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与台中市副议长严利敏分发旺旺红包,领红包的民众大排长龙 卢金族社,很多民众高喊王总统,让前立法院长王金平,又五,信心十足地表示,中部热情如火,会勇往直前,争取到党的提名 卢金族社,领红包的民众大排长龙,人龙排队快一个小时,晚上七点音乐会快开始,排绵延数百公尺 卢金族社,前立法院长王金平17日晚间出席在台中市举办的庶民拼金记,台中来走春新年音乐会,很多人高喊王总统,他说 感受中部热情如火,会更加努力,勇往直前,争取到党的提名 三三月初集会向大家报告他的决定王金平表示,今天是元月13日,后天元宵节属于就历年过年 一销总会主办这场欢乐气氛的音乐会,结合地方狮子会等社团共相胜聚 希望台湾地区民众度过新年的夜晚 前立委蔡锦隆与很多民众高喊王总统,王金平说 他说,感受到中部的热情如火,非常感谢,相当地鼓励他,也会更加努力,勇往直前,来争取到党的提名 等到三月初,他会有决定,向大家报告好消息 这场庶民拼经济台中来走春新年音乐会,在台中市河南路的空地举行 王金平与台中市副议长严利敏,前立委蔡锦隆分发望望红包 领红包的民众大排长龙,人龙排队快一个小时 晚上七点音乐会快开始,排绵延数百公尺 中时